四位共和党参选人今天在阿拉巴马州同台 这是第四次的共和党总统辩论 不过没有出席的前总统川普是焦点 川普民调稳定领先 在福斯的市民大会被问到 如果再次当选会不会滥用权力 将总统职位变成独裁 川普的答案让人警觉 美国总统拜登在竞选活动时 对支持者说如果川普不选 他不确定自己会不会选 后来拜登对记者澄清他的说法 而在爱荷华州跑行程的川普则说 他对拜登的说法抱持怀疑态度 而且每个人都希望对手是拜登 最新民调显示 拜登支持度仍然维持在低点 路透民调拜登的支持度是40% CNN民调拜登支持度只有37% 选民最关切的议题是经济犯罪和移民 而今天记者继续追拜登选不选的话题 虽然川普说人人希望对手是拜登 而拜登说民主党多的是人可以选赢川普 但拜登跟川普之间是有一种共生关系 双方都是自己参选的理由 如果其中一个人不选了 可能会给另外一人造成危机 他们都需要对方继续选下去 TVBS新闻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